在这个物价飙升的时代,把钱放在银行,利息可能都不够通膨涨,台股还在2万点上下抽插,投资人的心也热了起来, 近年投资方式越来越多元,也有越来越多投资小白,没时间研究股票的上班族,或者不想冒太大风险的退休族,转为把钱投入ETF。 投资组合的一个多元性能够轻易的入手,指数股票型基金ETF,用最简单白话的方式解释,就是投资者把钱交给,以特定全股逻辑投资的ETF。 ETF在把这些投资人的钱,取一不同比例投资多加股票,举例来说是执行ETF0050,是投资台股市值前50大企业,只需买一张约15.5万,甚至是一股155元,就可以同时投资台积电,联发科以及鸿海等大财团。 而高股息ETF,则是以稳定零股息为主,但股价成长空间可能相对不高,此外还有5G,BSG,半导体等,各式各样的主题型ETF,反正有钱的地方就会有商人,推出各种不同或类似的产品。 很多台湾投资人爱零股息,多家证券业者近年也推出各种高股息ETF产品,3月20日将上市的00939,统一台湾高息动能ETF,成立规模破天荒高达530亿亿, 而目前至3月15日仍在募资的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ETF,顶着台湾价值四个大字,就知道是许多人抢着除值的标的,号称运用股神巴菲特,价值投资的选股逻辑,每个月的月初配息,还能搭配其他ETF,隔双周领一次股息,而且每股认购价10元,买一张只要1万元,引发不少民众趋之弱物,已经选择无脑欧义申购了。 大多数的人都非常看好这一支,所以才会有这个all in,大家现在都是期待这一支可以抬轿之前的ETF,我们这次采用的就是所谓的巴菲特的基本面的选股,就是在乎他的配息能力,还有他的资本支出,尤其对他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自由现金流量等等,加入了非常多基本面跟主动的一个思维。 巴菲特也说过,股票短期像是投票机器,但长期而言更像体重计,不晓得他听到自己的投资心法,变成高股息ETF的招牌,心里会怎么想,反正他也管不到这么多。 摊开00940成分股,长龙海运占9.2%最高,联电3.3%次高,过50档股票,选得好不好大家自有评断,市场传出募资已破千亿,还有股民要解定存或抵押房子投资。 人多道玉山证券昨日宣布,暂停受理00940申购作业。 原大也发新闻稿声明,市场所传销售数字均非正式数据,他们未对个别投资人资金运用,提供任何建议,提醒投资前应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投资小白心满意足地笑了,准备导货的投信也笑了,看到大家踊跃入金的券商,嘴角笑道都快要撕裂伤了。 从年后到现在,我们分行的员工都一直在开户,都是一直在准备00939跟940,几乎每个客户进来都在问00940。 据我所知,很多中南部,甚至有很多阿公阿嬷,他们就解定存,说这利息多少我也要走,他的配息我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本金的部分能不能持续的增长,就要看后续股市的变化。 每个人适合的投资方式不同,有些人朝短线拼高风险高报酬,有些人保守投资稳稳赚股息,也有很多人投资失利,无法承受亏损被洗出场。 PTF通常会在上市前买进成分股,也有不少投资人提早进场,准备吃资金豆腐,造成某些股票大涨,投资一定有风险。 申购前音详月公开说明书,也要先做好功课,降低当FOMO仔被割韭菜,最后成为EMO仔的几率。 至于要看老天鹅学投资,还不如直接去听股埃,爱您。 以我自己来讲,我并不太会推荐人家买这个。 我还是觉得理想上全本都是定存的人,他拿出来,拿出他定存的钱最好的投资目标就是你。 如果未来台北股市没有办法能够持续的两万,两万五到三万,那可能在ETF的投资上面免不了会有一些损伤。 共同见证分享神经。 中配入籍年限缩短提案 新国会开工热热闹闹,时安风暴现正热映中,目前交代厂商自主改善,国会改革有点雷声大于点小,打击诈骗还在牛棚热身,只有水电双掌一定会来,而那个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的中国配偶议题,又又又被拿到台面上,国民党立委徐宇珍上周提案,现行中配取得身份证最快要6年,其他外籍配偶最快只要4年,希望将中配的6年也休短至4年。 任何的配偶伴侣来到台湾,就是台湾的新住民,不应该存在双重标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一个公平的对待,甚至我觉得都可以考虑,所有密集的在一段时间之后,不一定要是4年就能够取得我的身份。 朱队长你确定要谈公平吗?中配法规确实跟其他外配不同,但可不只有取得身份证的时间,虽然晚两年才能拿身份证,却不需要通过考试,也不用放弃国籍。 不仅亲属探亲时间多三个月,还可以申请父母小孩来台定居,这些待遇可是其他外配没有的哦。 正当中国,不管是从海面到空中,都要片面宣布改变现状,国民党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个法案,进一步破坏台湾的国家安全呢? 请国民党、民众党摸摸自己的良心,此时此刻是推动这个法案的好时机吗? 以现在的规定来讲的话,我们对于陆配的权利,相对于其他外国配偶的权利呢,有更多的保障,不管是陆委会会好,或者是内政部也好,对于这个议题,我们并没有修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既然跟中国有关,那民进党可就不困了,有抗中保台套餐,民进党诸公们就是吃饱,所打国家安全,右批摸摸两心,横批会对健保造成冲击,网红渡成哲医师发起联署, 表示目前医疗资源捉襟见种,希望可以暂停加速入籍的法案,截至十天前已吸引九万人连署。 让更多人可以到台湾来,共享这样子的这个医疗资源情况,很多人当然就会有担忧。 福利都要在这样子的人不公平,我们的到底啊,然后减暴的到底,然后比较年轻人,年薪水要扣更多。 现在香港的医疗是不是崩坏,做一个核实共证,要一年四个月,做一个CT,要一年八个月等待,我们有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痛苦。 卫福部表示,在台区留满六个月的中配,本来就可以参加健保,缩制四年还是维持六年都一样。 中配家属来台一亲不能加入健保,除非移民属核准来台定居,一年的定居名额为60人。 目前已有上千人在排队,健保的好,海外朋友最知道,但是还能用多久我不知道。 陆配本人对的缩短时间,就他本人而言的话,对健保是没有什么影响,可能有影响是因此而发生了他的一亲的这个家属。 陆配的父母亲70岁以上可以来定居来讲,这一部分的一年的配合才60,目前现行来讲都要排到20几,也就是今天如果你70岁开始排队,可能90岁或90多岁还不一定排得到。 摊开实际使用健保的数据,2019年用台湾健保的中国人士,约5.4万人,有98%与中配相关,小了7.19亿健保费,总共使用7.33亿,健保多支出了1400万。 至于会不会被中国人推倒,会否不止说要审慎评估,反正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但既然国民党都提到公平了,那就其他条件也要公平。 民进党最年轻新科立委,永延会新占江黄杰州一提案,中配入籍前映新增入籍宣誓,再比照外籍配偶通过考试,若入籍之后参与中国统战活动,就直接撤销户籍。 在宣誓里面提到说我放弃中国籍,并且效忠台湾,那这个宣誓的条例其实是具有法律的效益的,如果你违反里面相关的规定,你必须被注销户籍。 你考试,我考试很公平,但是要宣誓放弃中国籍,你说的是哪一个中国?毕竟中华民国的国土,已经是这个世纪的未解之谜,就连执政党的小伙伴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毕竟要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效忠这一个国家,效忠中华民国,我想这个是也是应该有的一个提议。 如果要跟外配来做比较,其实事实上两个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双方都各有利弊,那这个必须要全盘来考量。 浮地抽薪的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要毁掉这一步,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的宣法,这一定我们,随于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这一步,台湾国建议,对不起。 美国TikTok禁令 热门短影音平台TikTok,aka中国抖音的海外版本,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自前总统川普执政时期以来,美国政府始终将其视为眼中钉,认为中国可能藉由控制TikTok,来取得个资或借此推送假讯息,威胁国家资讯安全,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下。 上周美国众议院提出新法案,要求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半年内撤资,与TikTok断绝关系,否则将会全面禁用TikTok。 这是一个目标的方法,禁止到一个公司的公司,由一国的公司提供一个明确的危险,美国国安全保障。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用这个平台,一旦TikTok会决定的决定,去除了BiteDance。 去年美国蒙大拿州,曾推出禁用TikTok法令,但最终遭到大法官,以违反言论自由保障冻结,这次新法案采用迂回手段,试图绕过侵害言论自由的地雷,禁令一详,账号白养,许多TikTok创作者上街抗议,尽管包括共和党议员在内,都有提出打压TikTok法案,在参众两院共和党也都是多数, 但准备再占总统大卫的川普,闻到年轻选票的味道,批改过去执政时期,打击TikTok的强硬态度,公开表态反对禁令。 TikTok也没有坐以待毙,呼吁用户打电话给在地议员,与法案表决中投下反对票,导致许多国会办公室电话线被占满,做法很新鲜,成效很有限,昨日众议院进行投票,法案以352票对65票压倒性通过。 All we're saying is break up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a constitutional conservative, I don't want my government or big tech to have unfettered access to my private data. So why in the hell would we want and all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have access to our private data? All of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need to be treated equally and need to be treated the same way. It's a single out TikTok in this way, we believe is dangerous and certainly against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过去TikTok为了消除疑虑,耗资15亿美元推出德州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单位,来监管美国用户的资料,希望能借此消除中国政府,盗取或滥用数据的风险。 但美国议员仍然不买单,曾在今年举办的公厅会上,质疑TikTok执行长周寿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法案在众议院轻松过关,后续将移送至参议院审理,白宫表示若参众两院都通过,总统拜登将会签署成为法律。 看来他在上个月,为了选举连任刚办的新账号,可能没过多久就要作废了。 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却始终没有停止对TikTok的打压。 这种不能在公平竞争中取胜,就采取80行径的做法,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白色情人节 我们要那个干什么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